你现在验出来的度数比你原来的眼睛的度数要低很多 你会不会觉得上一家眼镜是一家垃圾眼镜 哈喽 为我的一个客人上个电视 这个客人是一位姓牛的同学 他应该是还没有毕业太久 然后他来重庆专门找我们验光佩晋 这位同学是武汉人 他这副景况是在武汉的一个店铺买的 当时他去了那家店铺给他测之后 发现他有隐形在一个蔡司的视觉专家店测的 但是那边给他一个主量 他就过来找我们 最终给他测的度数就是875度的近视 100度的闪光 另外一支是850度的近视 75度的闪光 他的两只眼睛 如他去蔡司视觉专家店测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确实是有隐形的情况 我们这边给出的只是0.5个BI 他的同距是32 因为他的度数比较高 所以他也比较在意这一副眼镜做出来最终效果 他选择到的是东海的1.76的双飞镜片 防蓝光自真的清晰膜 这副眼镜呢 他的尺寸是49-22 他的同距是65 仪性量刚好是3 所以说他的这个鼻侧 应该比镍侧要稍微薄一点点 这副镜盒呢 是放4个9的高端产线的 high-end的 但是这位先生 他买的并不是这个 然后我问先生 我说为什么 房价会给你一个 high-end的产线的镜盒 他说 他很多镜盒他让我随便选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一直没有把4个9 比如说他的镜盒 去区分他什么什么产线 也是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 就导致了说 我们卖了一副S-02TH 就是木屯托载那一只卖给 也是一个武汉的客人 他收到之后 他说不对啊 他去网上看了一下 说网上的盒子 跟你们给我寄过来的盒子不一样啊 它high-end的这个产线 是有专门的盒子 我们才意识到有这个问题 因为平时我不太管 店里面的事情 是店长在管这些事情 然后呢 我个人才知道这个事情 我才去询问店里面 我们有的店长知道 有的店长不知道 所以说当时发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然后呢 那个先生说 我要退货 我说货可以退吧 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造成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每一只眼镜的镜头 我们都非常注意 我们去把每一个都标好 对于我们这种店铺 出现这样的事物 我也觉得是 确实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很显然也不止我们 一家演艺店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最终很感谢那位先生 我的老客人 我这买好几只眼镜 虽然他把那只眼镜 推给我了 但是对我们的提醒和帮助 是巨大的 非常感谢 好 我们来看到 这只眼镜这个厚薄度 大家应该最在意的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只眼镜的联合光度 也要接近1000度了 列车确实是要厚一点点 因为一心量是3 所以两边差别 不是那么大 这只眼镜 我也给大家上点试带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试带上去的一个效果 是怎么样的 因为度数太高 我确实看不太清楚 OK 好 视频的最后 再给大家提一个 比较有趣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 您去一家眼镜店 验光 验光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验出来的度数 比你原来的眼镜的度数 要低很多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上一家眼镜店 是一家垃圾眼镜店 我相信屏幕前 很多人都会说 是的 他度数给我给错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种情况 可能你们要慎重的考虑 因为我们在店里面 会经常遇到 包括这位客人 他远道而来 我也给他解释了 这个问题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原因 就是你在我这里 测的度数之后 有可能你以后 再一次去测度的时候 有可能度数 是没有那么高的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打个比方 你现在有血糖偏高的情况 因为你长期胡吃海喝 在家里面躺着 也不运动 但是你去体检的时候 发现你的血糖值很高了 那么医生告诉你说 要加強运动 不用吃药就可以 你在运动了半年以后 你去测你的血糖 诶 恢复正常了 是吧 我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类的 是一个很健康状态 那么我们的眼睛的度数 也是有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 以前你长期处于一个 欠角的状态 欠角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眼睛的肌肉 调节能力都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在给你验光之后 我们出于 对你眼睛健康的负责 我们通常会主角 比如说你三四十岁 你这样年轻 我们肯定希望 你以后的老花 来的概率更低 老花其实就是一个调节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 把眼睛给你配足 就是要主角 我们给你主角了之后 从健康的角度上来 给你考虑了之后 你的调节能力 通过我们的主角的眼镜 刺激起来了 很有可能 让你的度数发生变化 而且它往往是降低 这样对你来说是好事情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小的知识 给大家讲解一下 OK 这里是龙树甲乙 买高的眼睛找龙树 品牌齐全兼货多 拜拜